哈喽,谢谢你长这么好看,还来看我的视频 小旭将连续19天带来漫威19部电影 欢迎各位大宝贝们来一起探讨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五部,不联一 大家也都知道,漫威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经典 当然啦,此事除外啊 那是漫威宇宙的最强者,纯属是出来搞笑的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就是电影里的漫威英雄们 首次团结一起抵抗外敌 是复联的开篇 话说这天,神盾局这帮人在这儿研究 斯塔克老爹大捞上来的宇宙魔方呢 却发现魔方不太正经,有点我情我素 就在这个时候,洛奇就出现了 他控制了博士和鹰眼 自己一个人在神盾局基地叫后个抵朝天 而且还带走了宇宙魔方 另一边寡姐正在讨话呢 电话就打来了,说鹰眼丢了 那这一下寡姐就不乐意了 三下午初二就给这帮战斗民族打爬下了 结果上面派给他的人物是找到班纳 他们需要用浩克的力量来对付魏局的危险 同时,局长也找到了美国队长 和森找到了钢铁仨 神盾局需要这些人来组成复仇者联盟 应对即将到来的不明生物 随后这帮巨头在基地见了面 看起来是表面合作,但其实各有各的心思 另一边洛基却在研究魔方,想用魔方的力量打通宇宙之门 这天复连出动了,他们抓住了洛奇 但是却被雷神劫走了 雷神还念着旧情,优柔挂断的想让洛基收手 让他忘记仇恨,跟自己回到神域 可是却投机不成18米,让他跑了 还跟追赶来的钢铁侠打了起来 还好美队及时赶到阻止了他俩 三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这时洛基被压缩到了基地 团在了准备关押浩克的牢笼里 可是洛基在这里是有目的的 他要用自己的智慧跳拨复联之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复联这帮人本来就心不照也不宣的 谁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就成功的被他跳拨了 神队局战舰也被盈眼带人攻击了 这时班纳也因为控制不住愤怒变成了浩克 雷神成了他第一个开刀的工具 另一边复联的每个人都各自为战 雷神想要组织洛基逃跑 却反被管了起来 这时科森特工拿着高射炮来了 可是还是太年轻 自己被洛基偷袭了 虽然自己也射了他一炮 但还是让他跑了 瓜姐也唤醒了鹰眼 也是因为科森特工的死 每个人都开始了反思 这回也算是彻底的组成了复联 来应对外来生物 在神盾局的消息网下 洛基被找到了 就在斯塔克大厦 可是这个时候魔方已经启动了 所有的能量都被他无效 斯塔克被洛基扔出了大厦 自己则穿上了马可期待 这个时候传送门已经打开了 大量的外星生物杀了进来 雷神盖来要求洛基管理魔方 可是洛基根本就不听他的 他需要的就是战争 已经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出动了 传送门放出了一个巨大的生物 没错就是你老婆半夜玩游戏食物 炼出来的普昆 而这时候还是在闹事 不连需要帮助警方数损平民 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普昆大肆杀戮的时候 浩克来了 一个爆头就被昆杀了 这时被激怒的洛基 放出了所有的外星生物 为了用复这些 队长也安排了战术 雷神吸引雷电 攻击传送门 斯塔克则选择了游走战术 吸引了一批小弟跟随 浩克就对不昆 抓一个打一个 鹰眼也是就射射箭啥的 浩克是真的生气了 找到洛基就要干他 这个时候洛基还在装逼 说什么 我是神 你们都是楼翼啥的 反正还没说完 就被好了一顿揍 这个时候 寡姐到了魔方反应堆那里 先要关闭他 也刚好博士清醒了过来 告诉他用洛基的权杖 可以关闭这个魔方 就在寡姐要关闭的时候 美国军方却坐不住了 他们发射了核弹 这不拿整个城镇的人开玩笑的吗 斯塔克一看 我不能不管呢 就让寡姐先不要关闭传送门 自己则抱着核弹 重向了传送门 核弹把外星生物的老巢炸毁了 在地球里面的 可能也因为服务器连接中断 也都爬下了 就在斯塔克要坠落的时候 浩克救了他 洛基也被所有人困住了 这一仗也算是打完了 可能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 都直接讨厌洛基的扮演者汤姆 在这里 小区要为汤姆重新一下 这只是个电影角色 能被大家讨厌 说明汤姆演技真的好啊 而且在漫威选角色的时候 汤姆也是先试了雷神的角色 只是克里斯比他更有范 所以才演了洛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收到这儿了 喜欢听小区讲故事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哦 感谢观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